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的就是在这一次的话呢 当然Mercedes AMG拿下了一跟二啊 但是呢大家有争论的问题是怎么样呢 Total Wolf呢在第25圈的时候呢 下了车队指令啊 要Boltus在13号弯之前的话呢 让Hamilton过去 于是乎呢有人就讲了 哎这个Team Order下来的话呢 似乎啊Hamilton赢得不开心 但是Boltus呢又觉得很委屈 可是实际上呢在赛后的话呢 Boltus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人是觉得呢 其实啊 车队本来就是要以团队为主 那所以呢 当这个车队指令下达之后呢 他认为他自己知道 他是有实力赢得这场比赛的 但是为了整体的考量的话呢 那当然了 对于Hamilton来说 在那个当下的话呢 Total Wolf是担心啊 Hamilton他的轮胎已经开始 但是有点起泡啊 那会担心呢 他没有办法能够的挡得住啊 这个Vetto在后面的追击 于是乎呢 要他就抄掉了Boltus 其实啊车队指令一直是 大家常常讨论的一个问题 甚至于有的人就说了 哎Ferrari Ferrari其实他们大小演的也很厉害啊 对不对 这个的话呢大家看 Vetto跟Kimmy之间 然后每次他们的成绩出来的表现 就已经知道了 另外Red Bull也是啊 现在啊 你看Daniel Ricardo 跟Max Verstefan 他们两个人现在也是 马上可以看得出来呢 谁是一号 谁是二奶了 对不对啊 这个在车队里面的话 一定是必然的一个现象 其实呢车队啊 在赛季一开始的时候的话呢 都是两位车手 都会让他们自由去竞争 但是呢 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呢 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谁的营业比较大的话呢 那当然车队就会把资源 放在那一位胜算比较大的 车手身上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车队有No.1 跟No.2 Drivers啊 一开始的话呢 大家都是同样的一个起步点 其实说真的 车队每年花那么大的预算 来参加比赛 当然对他们来说的话呢 是车队的总冠军最重要了 所以呢 在整体的考量之下的话呢 出现Team Motor 更何况现在FIA 是没有禁止Team Motor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 我觉得啊 这一次Mercedes AMG Total Wolf 他下的这个Team Motor 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我们也看到呢 很难能可贵的 是在颁奖台上面啊 Hamilton邀请Boltas 跟他站在一起 而且呢 要把他的冠军奖杯呢 给Boltas啊 实际上呢 同样的一个场景 当年老八 在冲陷之前把位置呢 让给了Show Me 这个其实就很明白了 就是说呢 这场比赛 本来就是我可以获胜的 但是呢 我为了团体 所以呢 我把这个位置让得出来了 其实对车队来讲的话呢 做出这样子的指令 并不是呢 他们所愿意的 但是为了整体 有的时候呢 是必须啊 要牺牲的 这也就是所谓的 For the greater good 接下来不到一个礼拜啊 我们就来到了 日本的Susuka赛道 当年呢 在1962年的时候呢 本田车厂啊 为了要试验他们自己的车 所以兴建了这条赛道 这些年来的话呢 当然大家对这条赛道呢 也相当的熟悉了 一些相当有名的 像Degner Curve 还有呢E30R 另外呢就是他的法家官 但是最最最最最招牌的 就是他的八字型的 立体交叉赛道 他也是目前呢 在所有F1赛道里面呢 唯一有这么一段 立体交叉路段的啊 当然零路赛道呢 是有离世底 可是呢 真正的日本大赛啊 则是一直到了1976年 才首度的举办啊 76跟77年呢 他们办了两届之后又停了 一直到了1987年呢 日本大赛才恢复 而且才真正到了Suzuka这边举办 讲到了戏剧性的话呢 那没有什么啊 比这个当年的 McGlaren Honda的两位车手 也就是Alan Prost呢 跟Alton Senna 两个人是队友 但是呢完全是水火不容啊 在1988年时候 一样呢 这个世界冠军头衔呢 是来到了日本 这也是呢 倒数第二战 要决定胜负啊 而这个 Senna呢 是在周六排位赛的时候 拿下了干位啊 可是在周日正在起跑的时候呢 他却熄火了 不过呢还好因为呢 当年呢他们的起跑的这个大直道呢 是下坡 所以呢 他利用了这个车下滑的力道呢 结果引擎又重新的Bump Start 又发起来 可是这部一来的话呢 已经掉到第14位了 但是他一路这样杀上来 他第一圈还没跑完的时候呢 追上来了六位啊 到了第14圈的时候呢 部分的赛道开始下起雨来了 这对 Senna来讲 可是大好的机会啊 他一路的过关斩将啊 到第27圈的时候呢 开始追进了跑在前面的Pros Pros这时候呢 又碰到了慢车阻挡啊 Senna呢 逮到的机会超过了 Senna呢 开始把领先的距离越拉越大了 而同时呢 突然间呢 赛道也全面下起雨来了 大家都是用光头胎的 于是乎呢 领先的车手 根据赛力的规定的话呢 他是可以有权要求终止比赛的啊 而这时候的话呢 也因为呢 跑完了法定的最低的圈数呢 因此他就被宣布成为那场比赛的冠军 同时也拿下了呢世界的冠军 所以呢大家想知道 为什么 Senna被称之为雨神 就是这个原因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的话呢 在过去四年呢 Mercedes CMG在这边 都是拿下了分战的冠军呢 有三次呢是Hamilton 一次呢则是Rossberg 而在Ferrari呢 从2000年到2004年的话呢 是Shumi在这边 拿过了四次的分战冠军 那有一次的话呢 则是由这个老八获胜 之后的话呢 Ferrari在这边就没有获胜过了 Vetto呢 则是在这个Red Bull的年代呢 曾经在这边拿到分战的冠军 所以从这个记录上来看的话呢 似乎来到了Suzuka 这一次呢 仍然可以期待看到呢 Mercedes AMG 可能又要拿下One Two了 是否如此呢 进行持续的锁定我们的 Mercedes AMG Moment